好,接下來的話,我們來講一下第二個常在做的事情 很簡單,但是非常常做 簡單說,它就是做平均的動作而已 平均,到底平均什麼東西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之前有 一再的提到說,身體訊號其實很小 很容易受到雜訊的干擾 可是呢,其實這堂課程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去講過雜訊會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 我們只有說,大不了就提到說 我們針對這個訊號的頻譜去設計適當的濾波器 OK,把那些雜訊給濾掉這樣子而已 可是問題呢,我們之前講的這個適當的頻率 其實換句話說,就是把那個有訊號的地方保留下來 沒有訊號的拿掉,因為沒有訊號的只會有雜訊而已 可是呢,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你對於那些有訊號的部分也會半生的雜訊 其實你是無能為力的,你還是把它放過去的 OK,那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要怎樣把這些雜訊給盡量的抑制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當然今天在這樣子做完之後 你就已經有足夠的SMR,那沒問題 你就可以做後續的分析了 可是在很多的狀況,比如說腦電圖的部分 即便你去做的filter的計算 但是它其實看起來還是非常像noise 因為它的noise成分非常的高 這樣子的狀況要怎麼辦呢 最常做的一個動作其實就是平均 就是想辦法看出 想辦法找出這個訊號的重複特性 然後利用這個重複的過程當中去做平均的動作 OK,那平均的做法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平均的同時呢 其實你是同時對這個訊號本身做平均 也對於雜訊本身做平均 對於訊號來講的話 你只要能夠掌握它是重複性的特性 那每一次訊號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平均之後還是訊號的大小 可是雜訊不一樣 我們說在這個限時狀況裡面 我們遇到的大部分的雜訊 應該都是random noise 它們都是random variable 既然是random 隨機的意思代表它們是unpredictable 沒有辦法預測的 每一次都不一樣 強度不一樣 大小不一樣 正負不一樣 所以每一次不一樣的狀況之下 你加的越多次 代表它的期望值就會越接近離 OK 因為我們絕大部分的雜訊 都被當成是 Gaussian noise with a zero-me OK 好 什麼是Gaussian noise 各位知道嗎? 我應該這樣子講 Random noise 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對不對 就像我剛剛說的 Random的意思代表 就是它其實是隨機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 Random variable去近似它 或是用一個機率模型去解釋它 這樣子 OK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預測 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 某一個特定的地點 出現的雜訊是什麼 這就是random的特性 可是我們在講Noise 除了講Random noise外 其實你應該還會聽到一些 不一樣的名詞 比如說 White noise 比如說 Gaussian noise 各位知道這些雜訊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嗎? 請問一下什麼叫White noise 來 後面那位同學 不知道 好 直接放棄 來你在後面 高頻雜訊 有沒有其他答案 平譜的什麼都相同 平譜的什麼都相同 什麼東西的平譜密度相同 好 很好 很好 OK White noise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 雜訊本來是在實域上面的這些隨機訊號 對不對 我們可以試著去把它換算成它在頻譜上面 各個頻譜上面的強度分析 如果在每一個頻譜上面它所出現的機率是一樣的 我們就把這個Noise叫做White noise 為什麼叫做White 它是取自於在光學裡面 我們的白光其實是由各種不同頻率的光所混合出來的 等成分混合起來的我們把它叫白光 也就是說它並不會特地強調它在某一個地方出 某一個它具有某一個特定的頻率 它連在頻率裡面都是隨機的 OK 這個同學回答得很好 所以知道White noise 那什麼叫Botient noise 我們剛剛是說頻譜 sorry 雜訊沒有辦法被預測 因為它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但是對於每一個random variable 我們都可以用機率的模型去近似它 去解釋它 所謂機率的模型就是我不知道你到底會出現什麼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出現的機率是多少 這就是機率 我不知道你接下來甩出來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點數一到六的話 機率分別是六分之一 這個東西叫做uniform uniform的一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因為每一個地方的機率 每一面的機率都是一樣的 Gautium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它的機率分布函數 看起來的波形 它長的就像是一個Gautium function 一個高四分布曲線 高四分布曲線就是一個中型的曲線 我們可以用標準插來描述這個中型 到底是寬的還是窄的 所以這個Gautium它描述的 其實是機率函數 它描述的是機率密度函數 public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是怎麼樣子的 但是它還是有random的特性 所以這些東西都不太一樣 總之這個是Gautium和是不是fights 這是兩回事情 但是通常來講 我們都會在訊號處理裡面 所遇到的雜訊 我們都會把它當成是一個fine nodes 也會把它當成是一個Gautium nodes 既然是一個Gautium nodes 不是0min的話 那代表就是它是正的 和它是負的的機率剛好一半一半 越靠近0點的出現機率越高 越遠的機率越低 但是問題是正部兩邊出現的機率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你多平均幾次以後 它就會越來越接近它的平均值 它的standard deviation就會開始降低 這個東西我們就把它叫做平均之後的好處 因為平均之後訊號不改變 雜訊改變了 雜訊怎麼了?它降低了 那我們怎麼知道它降低呢? 因為一般來說它沒有辦法被預測 我怎麼知道它真的變小了 我們在評估雜訊的時候 我們不是直接拿它真正的值來做評估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值是多少 我們是用標準差來做評估 機率出現的標準差來做評估 在平均之後 我們知道分值的部分不變 Signal to noise ratio 不是訊號處於雜訊的強度嗎? 所以訊號不變 這個維持一樣 但是分母的部分 也就是你的雜訊的標準差 它會根據你的平均次數 而去減低它的這個標準差的強度 所以如果放在分母的話 到好處過來 它會分號N成正比 換句話說 你平均四次以後你的SMR大概會耗兩倍 平均九次以後大概會耗三倍 變成原本的三倍 Roughly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算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是以時間換取SMR 以更多的取樣時間 更多的取樣的次數 經過平均之後 你可以有更好的SMR 它是一個Trade-Off 這樣子之間的關係 OK 好 但是呢 在使用這一招之前呢 你不需要注意一下有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你要確定在重複的時候 訊號本身的強度需要一樣 不然的話你加起來 如果分子東西都不一樣的話 你也不知道你在評估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需要確定這件事情 你才能夠做平均 好 所以我們來介紹幾個可能可以使用的場合 總共有三個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好久不見 也沒有很久了 兩堂克之前才剛見過面而已 我們說 左邊這個是一個血壓波 小孩子身上所量測到的血壓波 你看到每一個血壓波 其實看起來好像都還是有一些一些雜訊 如果你單獨的拿某一個血壓波出來的話 看起來好像都有點雜訊的成分在裡面 那到底血壓波的比較完整的形狀是什麼呢 在這個地方你看 它就把每一個週期的血壓波把它解取出來 怎麼解取呢 你其實可以簡單的去觀察這個 訊號有劇烈的變化的地方 用那個地方當成那個一個轉折點 把它做重複性的這個量測 疊取在一起 你就可以發現其實它的變化還蠻多的 可是呢 你經過平均之後呢 你得到這個右邊的波形 你就會發現它好像看起來那個 次次的東西變少了 比較平滑了 OK 這個就是平均之後的一個效果 你針對一個週期性的訊號去做平均 OK 你得到效果就是這樣 那也因為平均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訊號 血壓的訊號 除了它會有增減以外 收縮的時候上升 舒張的時候血壓下降之外 其實你會發現在下降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會 有一個稍微突起的這個東西 如果你在這邊看每一個 原始的波形的話 你可能都以為這個小小的突起 是個雜訊 但是你把它整個全部疊起來 分析之後 你就會發現 原來每一個週期裡面 都會有這個特徵 所以它其實是血壓變化裡面的一種改變 它其實會有一個在上升在下降的狀況 這主要就是因為那個動脈會在關閉的時候 造成動脈裡面的血壓稍微再上升 所造成的 我們說舒張了之後 動脈要關起來嗎 不然的話血液會回流 OK 動脈關起來會造成血壓有點上升 好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scenario 這是什麼呢 這是在量測依據 還記得吧 腦電圖嗎 對不對 那我們說腦電圖的話 因為它的訊號非常非常的小 大概就只有幾十個到幾百個microvolts而已 所以訊渣比非常非常的差 甚至我在做同樣的實驗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在做什麼實驗 它在做一個叫做 Auditorial Evolved Response 這是什麼呢 它就是給你一些些聽覺的刺激 簡單講就是給你聽聲音 然後去看你的聽覺區 大小鼻子的聽覺區 它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反應 它想要看你今天刺激之後 聽覺區的反應是怎麼樣子 所以這個實驗很簡單的 就可以做進行轉 就讓你聽一樣的聲音 然後聽完以後 它就去記錄腦波的變化 好啦 那不同次的記錄你會發現什麼 哇 它怎麼差那麼多 每一次都差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 腦波訊號很小 像這種Auditorial Evolved的 這種Response的話 其實強度會非常非常的小 大概就只有幾十個microvolts這種長度而已 它非常容易受到周邊的這些詐訊的影響 所以它做了一件什麼事情呢 反正它就去 這個實驗很簡單嘛 對不對 一次實驗一秒鐘就結束啊 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 橫軸的寬度 十個ms而已 因為我們從聽到聲音 到腦端 這個大腦裡面有電信的訊號反應 其實這段時間 大概只有幾十個ms到幾百ms而已 所以你只要間隔 比如說0.5秒或1秒 你就可以重複下一次實驗 所以一次實驗需要的時間很短 那我就多做幾次嘛 兩次、三次、四次 不夠做個十次 做個五十次也都還好 五十次也才一分鐘而已 還不到 對不對 但是你做了五十次Run3 就可以讓你的SMR上升大概七倍了 OK 所以做了很多次以後 多少次呢 它是做一千次以後 你就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你才可以看到說 喔 的確它其實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大概三四個ms以後 你馬上 大腦皮尺裡面 就會有一個 activation的行為出現 然後呢 這個行為 大概只有在十個ms之後 就消失了 OK 你不需要這樣做 才能夠觀察這麼微小的電話 因為這是重複了一千次之後的結果 OK 就譬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 我們在做EEG的時候 這個例子也是EEG 那我們在EEG 因為我們常說 我們會做頻譜分析 去分辨那個 α、β、γ、Δ 這些波形 應該是沒有γ,是c跟γ 我們去分析這些 不同頻譜所對應的成分多化 來判斷你大腦的 現在目前的情況 對不對 我們在緊張的一個狀況 或者是想睡的一個狀況 等等 好啦 一般來說 我們怎麼做呢 左邊這個是一個 EEG的一個紀錄 它其實 大概 截取的點數 大概是1024點 取樣頻率是16kHz 16kHz的話 就是一個ms 就有16點 所以1024點的話 稍微除一下 大概會是 64ms而已 所以這段時間其實很短 64ms就結束了 它其實就是記錄下來 這個在64ms裡面 訊號變化大概是這樣子的 好啦 那既然要分析頻譜 那我們就剛剛學的 馬上派上用上 所以 右上角呢 直接就是把這1024點的 訊號 時間的訊號 去做頻譜以後 計算出來的結果 你看到是這個樣子 左邊這個地方看起來很noisy 左邊這個地方看起來很noisy 右邊這個地方看起來 還是很noisy 上上下下的 那個干擾非常嚴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就想說 好 那因為這段時間真的很短 那麼高的取樣頻率 所以這段時間只有60幾個ms 大腦的行為 如果說今天它是在偵測一個普通的狀況 沒有什麼特別的刺激 不像剛剛是有一個頂角刺激的話 那support在這64ms裡面 你的大腦狀況應該是一樣的 對不對 它應該處在一樣的狀況 換句話說 它的這些 α波貝拉波的成分大小 應該是保持一樣的 所以它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好我把它切成16等分 我把這1024點 切成16等分 就是每一個等分 就有64個點 16乘以64等於1024 對不對 切成16等分 切成16等分以後 因為我覺得這個等分 每一個等分 其實佔的時間 只有4個ms而已 很短 對不對 所以我假設它的訊號 成分是不變的 所以我就把它加起來做平均 好 右下角這張圖 代表意思是什麼呢 它就是把這16段的訊號 平均之後 再去做FreeRation Spoon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什麼 看起來乾淨很多 沒有那種上上下下這種 很多的隨機式的起伏 然後大致上呢 頻譜的變化 你好像還看得出來這樣子 你可以知道說 主要都是集中在這個部分 等等的 這個是Normalize過後的頻譜 所以你其實可以自己去計算 它所相對應的頻率大概在多少 因為Sumple Frequency已經告訴你了 roughly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好處是什麼 優點是什麼 很明顯 因為你平均的16次 所以根據剛剛的SMR的那個公式來說 你的遜雜比其實好的變成是原本的4倍 所以看得出來的確比較平滑 可是你也知道我這下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請問一下你的代價呢 在工程上面有好處一定有代價 沒有什麼沒有做什麼事情 是只有好的沒有壞的對不對 那你的代價是什麼 你的風險是什麼 來有沒有同學想要試一下 來那一位穿藍色夾克的同學好不好 你覺得咧 來左邊的同學 藍色夾克的左邊的同學 我們稍微提示一下好不好 你今天把它切成16段對不對 換句話說每一段的長度變短 我們說在做頻譜分析的時候 每一段的長度變短 時間的這個總長度變短的反應的是什麼 你對應在頻譜上面有沒有任何改變 應該有吧 我們剛才講而已 本來這一段長度是 我剛說的是64ms 那你切成16等分 現在變成一段的長度只有4ms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在Spectrum上面的頻譜解析度 變低了嘛 變成原本的16分之一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那張圖 右上角那張圖 其實它的每一個點間隔都非常的細 看起來好像是連續的 但是它其實是很多點連起來的結果 那它變動非常的快速 但是在下面那張圖 你可以看到那個轉折點的位置 其實是比較輸一點 代表是什麼 它的delta f其實是比較快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每64點就變成一組資料 也就是在一樣的頻譜寬度裡面 它把它評分成64等分嘛 你也可以這樣子想 原本是評分成1024等分 現在是評分成64等分而已 所以你犧牲的是什麼 Spectrum Resolution 聽譜寫細度 還有你還冒另外一個險 就是說你必須要確定在64秒裡面 你的大腦的成分波形是不會改變的 不過這就是我們的前提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接下來由剛剛這一個例子 我們就要來引到第三個例子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那個 我說的最後這個假設 大腦的訊號成分 隨著時間不會變動 如果今天的時間 真的在很短的時間內 像你剛剛的example的話 全部的時間間隔只有64 min set 已經夠短了 所以我可以做這個假設 可是問題 如果有些訊號 我們想要觀察的訊號 它其實是隨著時間 可能會變動的時候 怎麼辦 它就會變成它的頻譜資訊 其實也是一個十遍的函數 每一個時間所反映出來的頻譜 可能也會改變 OK 那我要怎麼樣子做free action 怎樣子做十頻之間的計算 才能夠反映這個頻譜的變化呢 這就是接下來我們要講的 time frequency analysis 也就是說我不是單純 只有對某一段訊號去做頻譜分析而已 我還會隨著不同時間 各自去對它做一個free action storm OK 現在這一秒做free action storm 接下來下一秒再做free action storm 再下一秒再做頻譜分析 我就可以看到頻譜隨著時間的改變了 OK 這個其實就是time frequency analysis的最清純的概念 我想要看到頻譜隨著時間的變動 OK 那既然我想要看到隨著時間的變動 那我就必須要去把全部的訊號做一些分段的動作 因為我要一段一段一段的去做分析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時間效果 隨便畫一下 假設這個是我們隨時間改變的這個訊號 OK 那如果說這個訊號隨著時間 可能會改變它的頻譜特性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原本是把整段訊號 都拿去做free action storm 對不對 這一整段都拿去做free action storm 可是這樣子的意思代表 就是我現在分析出來的頻譜成分 是包含了這整個所有的時間的duration OK 裡面所有的頻譜的成分是怎麼樣 我沒有辦法對時間的不同的時間點去做分析 所以time frequency analysis的概念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把它切斷 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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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段一小段去做free action storm 那當然我會有trade off 我們剛剛說的 今天取樣時間不變的狀況之下 你把每一個取樣點點數減少了嘛 對不對 減數減少的意思代表你犧牲的就是頻譜上的解析度 你看不清楚那個頻譜的細緻改變了 可是呢你得到的是什麼 你得到的是頻譜在時間上變化的資訊 那至於這個寬度要怎麼選取就很重要 因為它代表的就是至少它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你認為它的頻譜的特性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又不能太短 因為太短的話你的頻譜解析度就太糟了 糟到你可能沒有辦法去辨識出你要的成分出來 OK 所以它在長和短之間都有一個trade off 看你今天想要的頻譜的特性是什麼 你的訊號的特性是什麼 來去決定最好的分析寬度 那對於我們的訊號處理來講呢 更有彈性一點就是說 我第一段是選取這個地方對不對 在切斷的概念裡面 就像上個example裡面 我好像就是每一個段落 它們其實之間不會重疊嘛 我被第一段用到就不會被第二段用到 我被第二段用到就不會被第三段用到 但是實際上面你在做這些頻譜的計算的時候 沒有人說不能夠重複啊 什麼意思呢 我第一段是這樣子 我可不可以第二段的時候 擺這樣就好了 第三段的時候 擺這樣子 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 它沒有辦法幫你增加 Special Resolution 但是問題呢 它可以讓你知道在不同時間點的時候 不同時間的區間的時候 它的頻譜的變化的狀況是怎麼樣 它可以讓你在time frequency analysis裡面的time那個軸 temporal axis 時間的那個軸 有更好的解析度 原本這樣子的切法裡面 因為你只有五段可以用而已 在這樣子overlet的切法裡面 其實說好時候你要的幾段都可以 只是通常來說 我們也不會切到超級多段 因為超級多段的意思就是你只有移動一點點 移動距離太短的話 你頻譜特性如果都不會改變 那你移動這麼一點點就有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你只是突增自己的記憶體 去把它那個計算過後的結果記錄下來而已 那當然你移的太大的話呢 那代表就是說你在時間上的解析度 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好 沒有辦法去快速的掌握屏幕上面的變動 那tradeoff就在這個地方而已 那in general呢 最完整的表示是 我們可以用那個投影片上面這一個式子來表示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叫short-time-fluorations-phone 為什麼叫做short-time-fluorations-phone呢 第一個它的字子非常像fluorations-phone 所以一定會留一個字 因為我們要做的就是評估分析嘛 對不對 它跟fluorations-phone只有差在什麼地方呢 差在這個而已 這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 用function來去描述我截取哪一段的訊號 所以呢它乘下一個g of t-a ok 那個a代表就是這個function的shift ok 階段代表就是a ok 所以這個function大概告訴你就是說呢 x omega 0.a代表就是我 除了去分析它的頻譜omega以外 我還去觀察在不同的time shift a的時候 你的頻譜的特性是什麼樣子 至於我觀察的範圍是多大 我就用這個window function來定義嘛 最簡單的做法 這個window function就可以是一個 Retangular function 方波 ok 但是實際上你如果今天真的是一個 Retangular function的時候 也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問題 什麼意思呢 因為Retangular function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它其實就是 它的fluorations-phone是sync function 所以你如果是在時間軸上面做相成的話 你自己看一下就知道 你把原始的訊號 跟你的window function做相成的動作的話 等於在頻譜上面你是做 convolution 所以你對一個sync wave做convolution 你會有一些 energy spreading out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會有一些失真的 簡單的講 會有一些失真的狀況 ok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為了要降低這些sync wave的這些effects 我們層上的會是一個 比如說 Dotion function 或者是一個 Window function之類的 ok 不過這個就 比較偏向那個 訊號處理那個部分 我們就不太多說了 那最簡單的概念 各位可以記得 就是一個Retangular function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去調整 不同的time shift 來觀察這個特性 然後最後你要會是 你的結果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像 使用右下角這種二維的分布圖來表示 各位看一下 這個二維的分布圖的縱軸 就是我們的頻率 當然就是頻率 也就是說沿著頻率的成分是多少 各個頻率的成分是多少 橫軸我們就保留給時間 這個時間的間隔 就是由我們剛剛的time shift A來決定 ok 看你今天到底要多久的時間 來做一次分析 那你就把各自分析的結果 填在這個上面 可是你也知道了 頻埔的特性計算出來的結果 就是大寫的這個s 它出來是一個scanner 是一個純量的數值 對不對 是一個大小 ok 那大小怎麼樣是用有限的這個 每一格來表示它呢 我現在只留給它一格 原本的圖形裡面 原本在描述那個Freshers phone 之後的頻埔裡面的話 橫軸是頻埔 重軸是它的強度嘛 對不對 現在重軸是頻埔 橫軸是時間 那強度的軸在什麼地方 如果真的要的話 你可以畫成是一個3D的圖形 就是強度的軸可能是在 穿出投影覆墨這個方向 或者是更方便的做法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灰階亮度來顯示它 我們把強度跟灰階的亮度搭在一起 比如說很強的時候我用白色 很弱的時候我用黑色 這樣子的顯示方法也可以 或者我甚至可以用color mapping的做法 來我們直接看一個例子 左右這兩個呢 都是做time frequency analysis的一個結果 它都是對EC區去做分析的結果 左邊是一個正常的EC區 所以你看到的這個左上角 這是正常人的EC區 這個是心事政戰的人的一個EC區 所以各位直接看訊號就看得出來好 這個總規律的DQISD波 這個就是非常快速的心事收縮 以左邊這個例子來講 它分析完了之後 它就匯成下面這個結果 下面這個結果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重軸這個部分 對數做標軸 它代表就是頻補成分 10的1次方代表就是1Hz 10的1次方代表的是10Hz 然後100Hz 分布範圍是怎麼樣子 這下面就是0Hz 激頻的地方 DC10的部分 然後呢 因為這個地方 它沒有另外一個軸 來顯示它的強度了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用color mapping 顏色的映照的方式來表示頻補成分的強弱 其中呢通常來講 暖色系會對應到比較強的強度 冷色系會對應到比較弱的強度 什麼是暖色系呢 紅色橘色黃色這就是暖色系 冷色系就是綠色藍色天然色就是冷色系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 通常來講紅色對應的就是最大的數值 再來就是橘色 再來就是那個黃色 還有綠色天然色到神藍色這樣子 那橫軸的部分呢 就代表它分析的那個time shift 是在什麼地方 所以橫軸這個部分 其實它對應的也是時間 跟上面的這個橫軸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中間可能它做了一些內插的動作 所以讓你看起來這個訊號的變化是非常平滑的 那我們可以簡單來看一下 這一個圖所反映的特性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從頭到尾 它們的頻率大概都在這個地方 最大的強度其實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紅色的部分 非常的紅 所以其實呢 這個代表就是這一個氫電圖 PQSD波其實是很穩定的 而且它有固定的頻率 它的頻率的主要強度是落在 比如說 在這個例子裡面的話 是每秒鐘可能是1Hz 或是一點多Hz左右 我們說10204代表是1Hz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強度很大 可是呢 你會發現在高頻的部分 其實它會隨著時間變動 OK 在這個地方呢 高頻的地方突然暴增多出了起來 這個地方也是 這個地方也是 這是什麼時間點呢 來對一下 剛好是R-Wave出現的時間點 R-Wave出現的時間點 R-Wave出現的時間點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就是根據這邊的 晶電圖的波形去做 short-time的 Fourier transform 獲得這一條的頻譜嘛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在R-Wave的地方 因為訊號變化非常的迅速 代表非常高的高頻成分 代表非常高的高頻成分 所以你在這個短時的這個 複裂分析裡面 屏幕分析裡面 你就會看到高頻的成分裡面 跑出來 所以這是QR-ST的部分 那G-Wave的部分 也稍微有一點點 往高頻移動的部分 但是程度上會少很多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 它不但強度比較小 而且波形也比較平衡的多 所以雖然有 但是沒有那麼明顯 只有在R-Wave的時候 是最明顯的 好 那我們再看到Mentricure Fabrication 這個例子 橫軸一樣是 時間縱軸的話 是它的強度 那一樣它用的 也是類似像 對速的坐標軸 那你可以看到 從頭到尾 它其實 最強的強度 其實是分佈在這個位置 這個range 大概是5到10Hz的這個range 它並不像剛剛在低頻 1Hz左右 有一個主要的強度 沒有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 現在新式正戰 所以根本沒有一個完整的心跳 全部都是非常random 然後非常快速的 這個新式收縮的這個波形 OK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個 對應的結果 所以它在高頻的成分裡面 多了非常多 比剛剛穩定的PKST 會多了很多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去分析 各個頻譜 隨著實現的變動 OK 你就可以知道 你現在這一個 觀察的頻譜特性為何 OK 可以 好 但是呢 說看PKST 我們自然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剛剛說的 這一個 Windows Function的選取 還有這個 Time Shift的選取 其中Windows Function的選取 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講到的條件是 我當然不會希望太長 因為太長的話 它可能 訊號會發生改變 可是呢 我如果今天把它做縮短的時候呢 我們除了 Spectral Resolution 會有所犧牲之外 我還必須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我能夠觀察到的 最小的這個頻率的波 其實是有限制的 因為呢 那個Spectral Resolution 降低的狀況之下 代表那個Delta F變大了 對不對 所以代表它最小的那一個 頻率成分 其實是變大了 也就是說 換另外一個方式講 在實域上面來說 如果你今天一個波長 這個正旋波 就是你要的這個特徵的正旋波 它的波長 如果比你選的Windows Function 還要強的時候 其實在你的計算裡面 你是算不出來的 你沒有辦法在 shortime free actions font裡面 把這個component給計算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的Windows Function 一定要比這個 週期還要強 你才有可能記錄下來 你才有可能把它留下來 OK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兩難了 我到底要捲短一點 還是長一點 太短的話 記不下來 太長的話 其他成分可能改變了 OK 再來呢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呢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 這個選擇的就是 我們在做Free Transpone裡面 一個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會把它當成是 許多不同頻率的正旋波的總和 對不對 可是如果對於像 舉個例子來說 新墊圖 新墊圖 新墊圖在R-Wave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很劇烈的改變 你為了要重現這個劇烈的改變 或是要為了要能夠 抓住這個劇烈改變的特色 你一定要使用非常高的頻寬 才能夠去記錄它 也就是這個R-Wave所對應到的 這個Sinosauriode的頻寬 其實是很高的 比你的Hard Rate還要高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它的變化非常的迅速 所以以需求來講 以頻寬的需求來說 你一定要夠多的頻寬 夠高的頻寬 取樣頻率一定要夠高 才能夠把這個訊號這個特征 給完整的保留下來 那取樣頻率夠高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樣的Track-Off嗎 代價嗎 我們之前在講到取樣定理的時候 我們都講說 它只有設定一個下限 對不對 下限就是兩倍最高頻率 飲料比這個高 但是它其實沒有設定上限 沒有設定上限的意思是 取樣頻率越高越好嗎 反正不會發生A-A-Ls 是這樣子嗎 其實聽到問這個問題 就代表後面一定有滾 因為沒有事情 都是只有好處的 那它的代價是什麼呢 不要忘記了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現在在實際上 在收訊號的時候 是會有Noise 會有雜訊 這個雜訊多半是fire noise 我們剛剛解釋過 fire noise的意思就是 我在低頻也有 在高頻也有 取樣頻率越高的意思 代表就是你在運作的這個頻寬越大 換句話說 你會把更多的雜訊給納進來 因為每一個部分的 每一個頻率所對應的雜訊成分 是一樣大小的 那你先頻寬開越大 那代表你 越多的雜訊成分會被你 呃 記錄下來 OK 所以它的代價其實就是SMR 此外呢 別忘記了 一樣的 如果是一樣的window function 你的取樣頻率取越高的時候 點數一定越高嘛 對不對 所以代表著 事後你要記憶體一定會越多 計算量一定會越多 這是一定的 這個也是代價 OK 所以呢 很快的我們 我們會發現 其實很多的生理訊號 都有像RWave這樣子的特徵 變化非常迅速 包含在ENG裡面也有 在EEG裡面也有 OK 因為 畢竟人體的生理訊號 並不是 我們並不是那個 正旋波的系統 我們不是Function Generator 我們不會產生那個正旋波啊 所以常常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些問題呢 當然就有一些solution出來 其中一個辦法呢 就是有新的頻譜分析被提出來了 我們把它叫做Wave Flat Transform 這個東西 或許你們各位有聽過 或許沒有聽過 就算有聽過 你可能也不太知道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也不打算 真的仔細的去講它 但是我們會稍微去述一下 OK Wave Flat呢 如果翻成中文的話呢 比較常見的翻譯是小波轉換 之前那個是副葉轉換嘛 這個是小波轉換的 總之我還是使用Wave Flat Transform來說 它跟Function Generator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非常類似的概念 它們都是想要做出 時域跟頻域之間的分析 所以它們其實都是一個轉換的關係 它們想要轉換時間的函數 和頻域的函數 只是它們在轉換的過程當中 的假設不太一樣 對於Function Generator的話呢 它把所有的十變訊號都假設成 不同頻率的成分總和 不同頻率的正旋波頻率總和 所以它的最基本的波型就是一個正旋波 只是我改變它的頻率而已 從低頻變化化慢到高頻變化開速 但是全部都是正旋波 但是Webflet的特性就是 Webflet跟它的差別就是 我們也有這個Assunction 它都是由某一個特定的基本波型所組成 我們把這個基本波型叫做Model Webflet Model Webflet 或是Original Webflet 但是呢這個基本波呢 它並沒有去指定一定是正旋波 或是一定是哪一種波型 只要它能夠滿足 若干特性呢 我們都可以把它當成Model Webflet 那些若干特性包含呢 比如說它都是有限強度 它不是無限長度喔 正旋波是無限長度它不是 它是有限長度 或者是呢 它的那個隨著時間加起來的基本總和為0之類的 你只要具備它的一些特性 你都可以把它當成是你的分析的基本波型 比如說我這邊下面就隨便取了三種 不是只有這三種喔 有很多種 我只是隨便取三種出來 你齁 左邊這個呢 它的波型長得像這樣 有一點像Sync 但是它不是Sync 因為它周圍這個 它只有一個SIDO 我們就結束了 那因為它的外觀看起來 很像那個墨西哥帽 各位有看過墨西哥帽 就中間很高 旁邊帽有很大的那一種 因為墨西哥太陽很大 所以你要遮陽一下 OK 因為它外觀很像墨西哥帽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Mess-Connect Webflet OK 這邊是MEXI 聽錯 中間這個呢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我們的 那個Unit Function 或是Step Function的這個概念 OK 它其實叫做Hard Webflet 我把這個當成是我最基本的一個分析波型 或者是呢 它根本沒有一個對稱性 它也沒有那個很漂亮的一個這個波型 它其實好像就是有點像沙里的席這樣子而已 這是非常著名的一種Model Webflet 我們把它叫做The Backkey OK 我們把這些任意的波型把它當成是我們分析訊號的基礎波型 OK 然後呢 我們在做Webflet transform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根據各個不同的基礎波型 請注意一下我們這邊這個file 代表就是我們的Model Webflet 比如我們剛剛說的基礎波型 假設我使用的是這個The Backkey Webflet 來當成它的基礎波型 我在做的Webflet transform呢 其實就是把它分成不同的成分的這個Model Webflet的成分 OK 那分成什麼不同的成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幾個變數 一般來說我們在做Fluet transform之後 等號的左邊 它的函數是頻率的函數嘛對不對 那這邊稍微變相 這邊變成有兩個函數 一個是A 一個是S 我們來看一下A和S分別代表是什麼 它其實都是等同於你在這個Model Webflet上面做變形的動作 原本的Omega的話 等於是在正旋波上面做升頻或降頻的動作 那現在A和S做什麼呢 我們先看S S在它的分母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Scale Factor Scaling Factor 它會對這個Model Webflet做放大或縮小的動作 OK 放大或縮小的動作 所以你看一下 左邊這三個都是一樣的Model Webflet 所演出來的波型 它的差別是什麼呢 它差別只是去調整它的S的大小 它的D都是可以 它的A都是0 所以它都是從D的A0開始 它的差別只是調整這個Scaling Factor OK Scaling Factor越大的時候呢 這一個Model Webflet會被拉得越開 OK 有一點點像是把它變成低頻成分的一個效應 好 那除此之外 你看看它的分子的部分 還有一個A 這個的話 是我們的Position Factor 或是Shifting Factor 它其實就是Model Webflet的位移 移到不同的位置 這個跟我們原本的Fluential Stone有所不一樣 因為Fluential Stone並沒有這個成分 這個左邊剛剛的那個Skeleton Factor 很像是高頻低頻的轉換 但是右邊這個A呢 我們在Fluential Stone並沒有這個成分 原因很簡單 因為Synosodal Wave是無線的波形 正副無線方廣的波形 所以它整個位移都長得一樣 但是這個地方它其實是有 因為我們的Model Webflet是 Finite的一個Webflet 它是有線長度的 所以不同的位移 的確會對它造成影響 好 所以經過類似的計算之後 你就會得到 Fluential Stone Fluential Stone 在Spectrum上面的Distribution OK 到底算出來是什麼呢 簡單用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這個一樣是一個EC訊號 我們把它去做Webflet的轉換 其中我使用的Model Webflet是 剛剛那個Mescan Head的Webflet 我算出來呢 你就可以看到 在每一個時間點上面 你去做不同的那個 Transform的話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頻譜的對應圖 其中縱絲的部分 代表是不同的Scale 所對應的成分 那我們大家也記得嗎 Scale的高低反應的是 你今天對於Model Webflet 拉扯的程度 Scale這個S越大的時候呢 代表它分母越大 所以它拉扯 拉得越開來 拉得越開來 在時間上拉得越開來 看起來越像低頻訊號 所以 越靠近下面是我們的低頻成分 越靠近上面是我們的高頻成分 隨著時間呢 你可以看到那個成分會有所改變 在這個地方 因為幾乎沒有訊號 所以對應的都是幾乎是零 但是在Rwebf的地方呢 你就會馬上看到一個 比較高頻的成分出來 OK 而且因為呢 這個波形跟Rwebf比較接近 所以你可能不需要很高的頻寬 所以你可能不需要很高的頻寬 就可以把它正確地解析出來了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有點像是 Time Frequency Analysis 這樣子的概念 OK 那既然有Transform 就會有Inverse OK 就像Fullet Transform一樣 它也有Inverse Wiflet Transform 那這個地方我使用的是 Discrete的一個寫法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OK 那你使用不同的Model Wiflet 來去做那個Inverse的時候呢 你最後Reconstruction的結果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組成波不一樣 左邊這個是它原始的波形 中間這個就是用DB-bar DB的話就是Devaki那個字的簡寫 用那個系列的某一個Model Wiflet 來做重建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兩個其實非常地接近 那右邊這個就是用Hard 這個Model Wiflet 來做重建的結果 那你會看到這 欸怎麼好像鋸直狀啊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原本的Hard Wiflet 都是這樣子平的 所以它組出來的一定會是像這樣子 有點像鋸直狀的一個結構 所以這個地方告訴你的是 你用不同的Model Wiflet 都可以重建回原始的影像 原始的這個訊號 但是呢 你可以根據不同的Model Wiflet 不同的訊號去選擇最適合的Model Wiflet 比如說你今天是要分析 ECG的話 很明顯 DB-bar會比Hard會好很多 可是如果今天你要分析的是一個數位訊號的話 那可能Hard會比DB-bar會好很多 因為數位訊號就是在0和1 或者是在不同的Quantilization Level上面做變化而已 好 所以呢 基本上 Wiflet的好處就是 它不一定是用正旋波來做解析 所以呢 它不會受到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影響 你也可以去調整這個Model Wiflet的波形 以及它的長度 來去擷取最佳的特徵 OK 所以它非常適合暫態的這種訊號變化 OK 所以我們也常常把這個Wiflet的Transform 應用在各種濾波 或者是抗照 或者是訊號壓縮 還有資訊擷取上面 那講來它的很多的好處 到底它是不是真的比較好呢 其實各位會知道 有好就有壞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是要選擇你到底適合哪一個東西 根據你今天想要的應用 去選擇最適合的一個數位訊號處理方法